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你能选的车还有很多 类似这个级别的车 本田的XRV宾质 我觉得都挺好 我个人认为还是买个自动挡 除非你是生活在成交或者不堵车的地方 否则还是听我的买个自动挡吧 手动挡用几年一堵车真的很后悔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胡老师您好 日产肖克和本田XRV和丰田一泽 怎么选帮忙分析下 你是选择这种合资品牌的小SUV 咱们挨个说一说 这个一泽2.0的发动机 CVT的变速箱 动力种程很靠谱 但是这个车的设计 尤其后排 那个号称叫狗头窗的 确实不敢狗通 如果要是年轻人两个人开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车的造型非常独特 回头率很高 所以我的推荐呢 就是还是本田的宾制 或者是XRV吧 肖克有点老 这个一泽呢 确实有点怪 这个综合考虑 我推荐的是本田的小SUV 胡老师您好 昂科威干式双离合 适合家用吗 是这样 以前昂科威啊 都是2.0T的那个 6AT或者是9AT的变速箱 后期呢 出1.5T的昂科威啊 它搭配了7速的双离合 也是干式的 我们没摆上过 实话实说 但是我查过资料 据说呢是通用的战略平台 它有很多车型都用这个双离合干式的 而且它有后发优势 这个大众干式双离合那些问题 它能避免 据说是能用逐啊 仅仅是据说 但是我的建议 如果能上2.0 能上9AT 毫无疑问 这种车型的稳定性更好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呢 可以关注我们头条号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